今天的埃金玄话题 带您锁定的是国际上的最新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他突然宣布说要退出政坛了 明年的总统大选 是否会变成两女的战争呢 一个有可能是杜特蒂 他的女儿 那另外一个呢 有机会是另外一位 这个现任的副总统罗贝多 他虽然还没有表态 但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是否要浮上台面了 我们先来带您看看 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怎么说的 因为菲律宾的宪法规定嘛 总统只能当六年不能够连任 所以杜特蒂他自己已经当了一届啦 理论上不能再当第二届了 所以方间有消息呢就很多啦 九月份就传出来说 杜特蒂其实接下来他不是要选总统 因为不能当总统了嘛 所以他要参选的是副总统 但是十月份的时候就在最近 杜特蒂他又自己讲说呢 他突然宣布他要退出政坛 当地的媒体记者非常傻眼啦 整个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措手不及 那杜特蒂要退出政坛 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他有这么容易就这个下台一局功吗 大家研究了一下 哇杜特蒂要退出政坛 是不是要帮长女 长女是谁呢 这个萨拉 他是不是要帮萨拉铺路 果然杜特蒂他自己说松口了 他说2022年派出来的组合 一个就是他的女儿萨拉 另外呢跟他一起搭档参选的就是亲信 也就是克里斯多福吴 萨拉配上克里斯多福吴的搭配要出来选 那根据杜特蒂所言 他要退出政坛 女儿要出来选总统 那他的长女萨拉 真的有这个意愿吗 好萨拉他现在的现年是43岁 他是菲律宾第三大城市达沃市 他现在已经是达沃市的市长 那么之前传出呢 他的父亲会出来选副总统 萨拉也有可能出来绞足总统的宝座 所以当时萨拉怎么说呢 他就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说不要想这么多啦 他说2022年只会有一个杜特蒂出马来绞足 换句话说 这个萨拉是说到时候出来选 不是他的父亲选副总统 就是他来绞足总统 他们家只会有一个人出来 不可能两个都出来 那现在似乎已经明朗了 杜特蒂退出政坛 女儿是不是真的出来选定了呢 虽然这个消息萨拉本人他没有证实 但是大家又开始回想起来啦 2016年的杜特蒂 他是怎么样上台的呢 这个戏码会不会重演啊 来看一下2016年那一次的重演 那个时候什么样的戏码呢 当年民主党派出了迪诺出来登记参选 那2016年其实就要投票了 但是迪诺呢 2015年10月的时候 这个人他突然宣布退选了 杜特蒂呢 紧接着在11月的下旬 他递交了一个递捕的这个参选资格 其实参选资格在10月16号就已经结束啦 结束了时间之后 杜特蒂才递交这个参选资格 说自己要选表明要选 整个就是突击上战场 当然最后也被他选上了 那现在女儿要选总统 真的有机会吗 虽然这个女儿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萨拉现在还是没有松口的 但是9月份的人家最新民调已经出来了哦 下届的参选呼声最高的 有三个人 一个就是萨拉 那他的搭档呢 就是这个克里斯多福吴 他同时也是这个 现任总统杜特蒂他的亲信哦 那另外呼声很高的是 前总统马可世的独子 就是小马可世 他会不会出来选 他自己现在是没有表态的 另外一个是谁呢 马尼拉的市长 这个莫尼洛加巴乔 这个也是呼声很高的人选 那至于反对派唯一的候选人 现任的是谁呢 副总统罗贝多 这个罗贝多 她可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哦 她虽然现在在菲律宾当的是副总统 但是她常常跟杜特蒂唱反调的 杜特蒂说要扫毒 罗贝多是反扫毒的哦 可能会觉得大家很奇怪 总统跟副总统 怎么会立场不一样呢 菲律宾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菲律宾的选战就是这样子 选的时候呢 总统跟副总统可以搭档参选 但是两个人的选战是分开的哦 所以就会造成可能两个正副总统到时候当选的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 萨拉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的话 这个现任的副总统罗贝多 有机会也出来搅逐到时候就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会浮上台面了 好 菲律宾的政局 大家也可以做接下来的主要观察 那另外来看看台湾这几年很流行玩密室逃脱 中国现在也跟风了